古人云,静以修身,简以养德。 我们从小就被父母教育, 要勤俭节约,不要浪费食物,不要乱花钱。 节俭有时不一定是好事,反而是悲剧的开始。 做人要学会权衡利弊,不要过度节省,越节省越不幸福。 1.别为健康节俭。 曾经看过一个新闻,河南一对90后夫妻, 双双患上肝癌。 医生在看完他们的病例后,感到疑惑和费解。 他们很年轻,也没什么慢性乙肝病史, 按理说不该得这个病。 详细了解后,背后的元凶才慢慢浮出水面。 原来这对小夫妻经营着一家水果店, 每天都有不少水果因为滞销而腐烂。 两口子为了省钱,舍不得吃店里的新鲜水果。 于是选择只吃腐烂、坏掉的水果。 他们把水果坏掉的部分挖出来, 食用剩下完好的果肉。 殊不知,他们这种节俭行为, 竟成了日后患癌的导火索。 原来,水果一旦发生霉变,腐烂,各种微生物就会不断加快繁殖速度。 在繁殖过程中,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, 并通过水果之一向微腐烂部分渗透, 扩散,导致微腐烂部分也会含有有害物质。 而在这之中,黄躯梅素的危害是最大的。 《光明日报》曾经报道, 黄躯梅毒素的毒性是披霜的68倍, 禽化甲的10倍, 比眼镜蛇、金环蛇的毒汁还要命。 年轻夫妻因为节俭经常吃坏掉的水果, 导致看不见的致癌物, 黄躯梅素就这样进入身体, 日复一日吞噬他们的生命。 其实,不光是这对夫妻, 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节俭习惯, 别把菜倒了,热一下还能吃。 这句话是不是感觉特别耳熟? 很多人吃剩的饭菜, 不舍得扔掉,热了又热。 食物明明已经过期, 却觉得扔掉怪可惜, 坚持食用。 结果不是上肚下泻, 把自己吃进医院, 就是为以后埋下了患癌的风险。 你以为的节俭行为, 其实正在危害你的健康。 陶行之说过, 忽略健康的人, 就是等于在与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 适当节约是美德, 过度节俭是愚蠢。 别为了省钱, 影响健康。 二, 别为认知节俭。 企业家林军讲过关于他两个员工的故事。 这两位员工都是他通过校招的方式招进来的, 能力旗鼓相当。 刚进公司时, 两位年轻人都没什么钱, 就把房子租在了北京五环外。 每天上下班光是通勤, 就要消耗四个小时, 既耗时又累人。 林军建议他们, 可以在离单位近点的地方租房, 虽然贵一点, 但可以节约很多时间。 员工马俊照做了, 在单位附近跟别人合作了房子。 员工张萌却没有, 理由是太贵了, 不想浪费钱, 反正我有的是时间。 马俊把通勤节约下来的时间, 用来学习和提升工作技能, 很快就拿到了各种专业证书, 工作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。 三年后, 因为工作出色, 工资翻了两倍。 而张萌仍旧是老样子, 每天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, 工作也没有什么起色, 三年之间工资只涨了八百块钱。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说过, 贫穷是一种思想的状态, 穷人有个很大的误区, 就是把钱看得太过重要, 只想节俭, 省钱, 不懂得投资自己, 而拥有富人思维的人恰恰相反。 晚清首富胡雪岩, 早年家境贫寒, 为了谋生四处给别人打工, 底层生活的经历, 让他受尽人间冷暖, 尝尽酸甜苦辣。 他这才意识到, 如果不想穷一辈子, 就要提升自己, 让自己变得有本事。 于是, 他拿出多年的储蓄, 花钱托人找关系, 最终如愿进了一家钱庄做学徒。 做学徒期间, 他一分薪水都没有, 有时甚至还要倒贴钱, 才能学到本事。 即使是这样, 胡雪岩仍然没有心疼钱, 没有计较得失。 只要能学到东西, 让他干什么都行。 钱庄老板对这个吃傻的小伙计很是欣赏, 开始有意栽培他, 教导他, 慢慢地把生意交给他打理, 这才有了胡雪岩平步青云的将来。 很认同巴菲特的一句话, 一旦你有了省钱的脑子, 就无法培养挣钱的脑袋。 对于金钱, 很多人之所以想着省省省, 中期原因, 就是因为眼界狭窄, 格局太小。 不舍得花钱投资大佬, 是对人生最大的辜负, 为提升认知买单, 终生受益。 三, 别为形象节俭, 电视剧《三十二亿》, 有一个反差极大的剧情, 陈女士背着装着蔬菜的帆布包, 走进了王曼妮所在的高级商场, 并挑选了一套价值上百万的珠宝。 前于那天, 她跟王曼妮透露了自己的人生故事, 她与老公是白手创业, 两人从推着快餐车卖羊肉穿做起, 一碗碗的攒钱。 不久后, 两人开了出租车公司, 买了地, 后来因为政府要建高铁, 征地所得的补偿款, 让他们实现了财务自由。 本以为会过上幸福生活, 未曾想, 老公将养育外面的小三带到家里来, 要跟她离婚。 当那个女人浑身都是名牌, 保养得很好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, 我看看我自己, 感觉很自卑。 陈女士平时省吃俭用, 舍不得花钱保养自己, 丈夫有了钱, 却移情别恋。 她的遭遇印证了马云那句话, 男人挣钱女人花, 你不花的话, 有别的女人替你花。 好的外在形象, 始终是一个人的最佳名片。 有个知乎网友分享过自己的故事, 四年前的冬天, 她与老公离婚, 独自在北京打拼。 因为经济压力, 再加上感情的不顺, 她的日子过得颓葬不已。 每天素颜, 穿着一件长款的黑色羽绒服, 戴着一顶鸭舌帽。 反观公司的其他女同事, 各个妆容精致, 穿着讲究。 有一次, 有一个大型的国际交流展在美国举行, 公司打算派一个编辑前去。 她大学的专业是商务英语, 俯修的新闻, 所以当时认定自己就是哪个最合适的人选。 但结果是, 自己落选了, 没有获得去美国交流的机会。 她找到主编询问原因, 对方说了这样一句话, 我们不可能选择一个连自己形象都打理不好的人, 去代表一个单位的形象。 她第一次认识到以貌取人的合理性, 从那以后, 她决定开始改变。 每当工资发下来, 她会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 为自己购买一两件有品质的衣服和适量的护肤品及化妆品。 工作再累, 也会坚持睡前搭配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, 并熨烫好。 每天早起半小时化一个淡妆, 让自己看起来神采奕奕。 后来, 她不断获得周围人的夸奖, 工作状态也越来越好。 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就藏在她外在的形象上。 一个人若对美还有追求, 那她的生活必定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四, 别为信誉节俭。 作家水木然曾提过一个财富守恒定律, 财富是外在表现就是的, 而我们内在的能量就是的。 财富的本质就是福报的变现。 辣椒叫母老干妈, 创始人陶碧华兢兢业业二十载, 把品牌打造成了国货之光。 产品凭借独一无二的特色, 深受消费者喜爱, 一度远消国内外, 给她带来了巨额财富。 功成名就的陶碧华在2014年选择了退休, 将老干妈公司交给两个儿子打理。 2015年, 小儿子李妙行掌管了公司大权。 为了节约成本, 自作聪明, 更换了辣椒酱的原料, 将原本品质好的贵州辣椒, 换成了便宜的河南辣椒。 她觉得味道都差不多, 成本能省则省。 据推算, 每年老干妈约要用到1.3万吨辣椒, 她的这一节俭行为, 能给公司省下数亿元。 就在她洋洋得意时, 老干妈的忠实粉丝不甘了。 他们发现老干妈的口味变了, 味道明显没有以前好了。 为此, 不少粉丝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, 抨击, 因为更换原材料, 引发的变味风波事件, 让老干妈信誉受损, 业绩下滑。 老干妈的变味事件, 就如财富守恒定律所言, 一旦品行和财富不匹配, 社会就会剥夺你的财富, 直到两者互相匹配为止。 信誉败怀已分, 财富便流失数成, 财富永远都会流向最匹配它的人。 听过一句话, 那些每天想着把钱花在刀刃上的人, 他的钱早晚会花在刀刃上。 勤俭不等于毫无节制地节省。 聪明的人都懂得, 不畏节俭, 毁掉身体健康。 不畏节俭, 丢掉人生幸福。 不畏节俭, 透支做人心勇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、分享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